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們繼續報告普遍普遍、普遍、行元品的欺詞 上一集我們講到禮政主佛 對物、對蘇的禮政 我們舉一個禮 你會想普遍行 不要說白行 單單說禮政 你會想真心、清靜、平定、共景心 對人、對蘇、對物 你若可以這樣來收 跟你講 你就永遠不生煩惱 你的心來快樂無比 這就是幸福快樂 你馬上就得到 你怕你為什麼不幸福 為什麼不快樂 這是好人、那是壞人 一天到晚在那裡去分別接著 煩惱、夢想不斷 你要怎麼快樂 你要怎麼幸福 所以你要想想快樂、幸福 普遍行是最有效果、最快速的 只要你真正發心 你不讓人去試看 把我們的心量打開 心包、太虛、兩、酒、三、解 這就能力 我們發心經主義做不夠 不要緊 普遍普殺會加持樂 我們會知道 經常說得很清楚 末裔普遍行願立國 心信戒入對勃前 普遍菩薩心力加持 我們努力一點、勉強一點 可以做到幾聲 不但普遍普遍加持樂 阿彌陀佛他本願公得力也加持樂 怎麼會知道呢 這個無良修經 上面就跟我們講到了 阿彌陀神力加持樂 我們阿彌陀佛心力一加持樂 十方世界無良無編主佛如來 無一尊佛無加持樂 每一尊佛都加持樂 什麼是好加持 現在加持 每一尊佛的公民 都照到我們的頭角上 這是真的不是假 要怎麼知道十方祝佛加持樂 因為無良修經阿彌陀佛 是十方一隻祝佛所佛念經 你怕你依照這個經典來修行 十方一隻祝佛、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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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敢說的 是科學對的 所以希望大家真正發心 你知道嗎 這一個月要怎麼來修法 要怎麼修 有法來修持 心拍關鍵在內心 有很多人開始發心很勇敢 各幾天慢慢就突失調 五十人所說的 學復一年復在人前 心很勇敢 學復兩年復在三天 就風落 學復三年復化混煙 煙消混散無落 如學就變成老幽條路 這是說明初心不容易保持 最最容易突失突轉 如果我們可以保持初心 決定不退轉 每一個人都可以在一生就勝負 佛弦菩薩在家裡做一個幫助 看來我們要保持初心 所以他說 虛空改真無落內心 虛空改不可真 我們法官來修破現行的 大行就不能退轉 他再跟我們說 眾生改真 眾生厄真 眾生煩惱真 無落內心 眾生改真 我們看世界上人口每天在爭取 年年在爭取 沒有看到有衰退 無營 眾生改它不爭 眾生未爭 眾生不爭 眾生煩惱全有呢 我們看眾生的煩惱一天比一天多 真少聽到人說 眾生的煩惱一天比一天少 除了真正學會的人 煩惱一天比一天少 這是你感受盡力 你的學徒有效果 感受不定你的煩惱也會這麼多 假如學徒的煩惱更多 那就叫代償得償 有人在說 說我沒有學徒的時候煩惱更多 這一個學徒煩惱更多 那麼這不是因為你學徒政家煩惱 不是 是你不動力 不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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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收 當然你也越收 煩惱越多 那麼我們家裡在等佛親 那麼我們每一家念佛等佛親 自己可以關心自己 這一個佛親下來 我們是煩惱減輕 還是沒有減輕 要是煩惱回來更加了煩惱 這我們自己都可以減透 真正學會的人 煩惱一定會比較少 從初上來看 一年比一年比較少 那麼這說時間比較長 一年一年 不斷煩惱來減少 那麼這就有進步 如果可以看得出說 一個月比一個月比較少 你煩惱 一個月煩惱比一個一個月比較少 你如果有這個工夫 那麼這個人啊 這一生當中 決定有成就 如果再發現 現在煩惱呢 一個禮拜比一個月比較少 那麼你就去大行探 我決定往生 只要呢 真正可以做到說 一個禮拜比一個月比較少 煩惱一減少 滴火就正中 這是一定的道理 煩惱減一分 滴火就加一分 煩惱減兩分 滴火就加兩分 滴火正中是什麼現象呢 你對這個世間的人 事物看法跟以前就不一樣了 也不會無視啦 也不會給你給你 也不會給你給你 也不會被騙去 你會看得清清淘淑 靈靈靈靈 不再看重點 不但對我們人的這個屬物 這個人 屬物看得很清楚 對於過去也清楚 對於將來也清楚 這不是神通也不是感應 這是什麼 煩惱輕 滴火中 這是一年的現象 如果要問學府真實的利益 真正的好處 那麼為這些地方 就是為大家 都給我們證明 都給我們證明 好處在哪裡 學府有什麼好處 念福有什麼好處 念福有什麼好處 好處就是在這裡 所以眾生煩惱不可真 我們效法 普遍菩薩的勵劫 當然也沒有共進 不但沒有共進 普遍菩薩 竟然是勉勒我們愛 念念相熟 無優感斷 這兩句話 這兩句話很重要 你若是學會表這兩句 大概在三個月 最多半年 你念那些工夫就進來路 就是要做到 念念相熟 無優感斷 一心不亂 只要你做到這兩句 一心不亂不敢說 工夫生平 上屬的一心不亂 是決定開得到 這兩句和太世紀菩薩 在靈岩輝上說的 多力力根正念相解 藝術完全相同 這是做工夫的壁館 普遍普遍在家裡教給我們 心如意厄無優疲嚴 心是要去做的 我們記住人要有禮貌 禮貌是因時因爹因靈理不動 時是時間 時是地點 人是對象 這一點希望董事長要去記 我們福文今天保持的是 古早時候的禮責 不是現代人的禮責 福文保守高利 對還是不對 因為我們是現代人 不是古早人 古早時候的人 萬倍記到中半要三個郊求修 要承大禮 現在萬倍記中半最強勁是三極獣裡 就是真恭敬 我們是現代人 要現代法 有才能流傳到全世界 不是一種的法書就拍在頭上 蓋上的頭 一般沒有學會的人 學會就要這樣做不夠 他就不敢來學會 怕壞掉 本來是沒有學會的 是沒有接觸 很不敢來學會 所以我們要知道 我們是現代人 要像現代法的理解 但是我們內心共經心不變 在形式上做法 要現代法 這是我們當時要的企業 所以我們今天學會的人 當然經法書要經理 這也是一個例子 但是定例也是看地點 看時間 比如說法書在吃飯 在飯裡不必定定例 走路 溫馴就好 不必定定例 睡覺在房間裡不必定定例 我們也就是說 坐在客廳 甚至說生主、港經 當然這是頂禮 這是一定要的 一般經民到道庭 或是說法書到您家來 請法書做好頂禮 頂禮 頂禮呢 一般我們習慣性 都說頂禮三禮 這也是 學會讓中國人鼓勵 說無三不勝禮 那麼法書說一禮 你就一禮 就不用再一定禮三禮 法書如果不說一禮 你那一禮一禮就可以 可以 那麼這個禮節呢 是好還是不好 實在說也很好 好在哪裡呢 現在社會大臣 把這個禮節都等到沒有了 那麼我們今天這個 學會的人的表現 就像冠戲表演一樣 不是法書要入這麼強勁 也不是說我就一定要這樣做 就是鼻鼠啊 大家來表演 唱給別人看 那麼意思就是說 一般無學會的人 看說 夫人這麼強勁 應該用這種強勁心來促輸台人接物 要把這個道理說清楚說明明 想大家翻譯一下 對人對思對物 究竟是必要的 究竟是好的 對人有禮貌是對的 我們應當要學習 應當要保持 明白這個意思就好 實際上現代人應當收現代理解 不可以像過期三幾九九首 現代人自己一切都不記得了 都悔悟了 我們今天就是表演 在這裏冠戲給人看 這是台主鼻心 臉民心 要知道這個教友的意義 心要清淨 心要真的清淨平定 強勁 勇就是我們講話 言勇有分存 這是勒結 今天我們說外交的處理 外交的處理 雷毛上的言勇不可以不賣 那麼外國人在這一點標明上做的 我們感覺很配合 這方面勒結 外交相遇 外國人 他們知道 譬如說你跟國外 外國人不賣 他自己記民 要自己點頭 唱唱 打一個情報 這是勒結 不像我們中國人 連食塞的人 記民都不太好 中國以前是勒結 一般現在的電動 我們勒結 都彈掉了 去外國看 外國人要有一點勒結 我們完全都不落 所以普遍菩薩教我們 心如意約 無憂疲約 身體要做教 心裡面要想教 教裡面要可以說的講教 要再說 我們自己這樣做 要教導別人 特別是教導你的主題 才會知道為什麼要想勒結 勒結好處在什麼地方 你有勒別人對你準確 你沒有勒別人對你欺負 你有勒在社會幫助你的人很多 你沒有勒幫助你的人很多 習慣 那麼我們講到這裡 這個第一關 報告到這裡 那麼我們再看第二關是清戰如來 大家必須要記 普遍菩薩公代正代 以及他菩薩行不相當的地方 就是普遍一定是清醒之行 我一句話說 真如本性非常公代 有在台性經常 上映批説來說 他把我們的真心比作太虛空 像我們現前的太虛空比作一片粉菜 虛空經常過 無量無邊佛冊 未定所主佛國度 主要注意相聲的 虛空有多大 虛空 我們現在看到多面 天上的虛空 我們看得覺得很大 虛空有有變質 那麼富跟我們說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虛空 在我們的真心本性裡面 就像像我們看到虛空當中一片粉菜 在太空中一樣 我們也知道 在這個太虛空當中一片粉菜 太秀了 那麼這說明說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虛空 在我們的真心本性裡面 就像像我們現在看到虛空當中一片粉菜 所以說心爆太虛兩周三階 這句話完全是屬性 普遍形每一個形圓都會自成雙眼 所以每一個形圓都包含虛空發改 這就是說普遍菩薩不斷心底 真性 清性 平定 滋鼻 而且無量的功態 以這種心來受行 這個形文就叫做普遍形 這個前提我們一定要好好記 不斷心底的 歐後九萬 每一萬都是這個境界 講到清添如來 我們黨學如果悉心的外 就馬上就發現 前面第一萬是說禮境祝福 第二萬 怎麼說清添如來 為什麼這大家不稱讚祖佛 如來跟祖佛有什麼不一樣 祖佛跟如來比較實是有差別 真的是不一樣 這是我們一定會知道 例如祖佛 不愧說禮定如來 那就是錯誤 清添如來也不能公知為清添祖佛 原因在哪裡 凡是經常說佛 特別是說祖佛 都是從最上講的 從這個祖上上面來講 凡是說如來 都是從姓上講的 從我們真有本性來講的 主委如果是念過金光經 就像是在京上看到 這個金光經有時候說祖佛 有時候說如來 我們一定要清楚 說祖佛就是屬上 說如來就是說本性 正面我們講過 在屬上我們的平定 公經 決定無分別 無接著 佛佛祀 我們要尊敬祖佛 反乎鬼神 我們也尊敬祖佛 尊敬祖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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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能用 乃至於 敬祖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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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心 都無差別 這叫做 雷敬祖佛 敬祖佛 敬祖佛 一句話說 雷敬祖佛 是沒有條件 無分對准 敬祖佛 敬祖佛 是有條件 歐人做歐 ؟ 你不能称赞他 这个事情做得真好 实行真好可以称赞 头头也真好 也在称赞 这就不称赞了吗 这就不称赞了 这不可以称赞 但是我们要对他劣劫 那么他们做的这个书 是恶殊 是称赞 我们就不要称赞了 可以称赞 不可以称赞 有处可地 称赞是有条件 必须他的现行 他自行选赞 我们称赞 他自行不选赞 我们称赞不称赞 这种称赞方法在称赞 东主五十三参里面 我们看到了 这五十三位神地色 都是菩萨 他们是现在各行各业之中 是现在南路弄小之中 有些行业特地赞坛 有些行业不良赞坛 所以现在东主去参赞五十三位神地色 我们看到他都会有利益 而且利益是平定的 不说对这个比较利益 对那个比较差一点 不 都同样 都是顶礼三百 有了三十 和对付的公共态度 无两名 完全相当 但是其中我们看到 对三个人无赞坛 只有利益无赞坛 其他的神地色 礼拜完之后 都有称赞 这三个人礼拜之后 无称赞 都三个人 第一个 是圣列部落文 代表五七 现在东主对他利益无称赞 第二位监罗非王代表 很费 脾气很大 大到不掉 不管什么人稍微得多 马上用很重的行为去对付 杀林不扎乱 很费心 很重 现在东主对他无赞坛 只有利益 第三位 法术密度力 是一个记录 现在东主去参访 有利益 无赞坛 那么这三位选定性呢 是一贪金七 这个 疫情秋段 来度重生 贪金七 是三多烦恼 有助口底 现在东主对他贪金七 这不顺性得 无赞坛 只有利益 那么我们以这个 管理环节 我们应用在 日常生活当中 对人 对书 对物 同样 这个环节 这个前提 好的 我们雷径赞坛 不好的 只有雷径 无赞坛 那学现在 就丢落 青山寺赞美 他的原型 在我们效法 可以做我们的奔赏 这才得到 台众的赞坛 原型不就意俗法 不就意 给大家去学习 效法 这就是 不可以赞坛 这是第二位 与第二位 内面 台台不相当的所在 佛原佛祭的青山寺 青山的 不动于 我们平常的战利 因为用心不相当 用意不相当 战坛的目的不相当 境界也不相当 努动 佛佛佛佛佛的战坛 这个佛佛佛 佛佛战坛 在法研经里面 我们看到青梁大师 算命本顶的 六项十篇 十篇 十篇当中 有主判 万名 这就是 为什么一切主护 逼出战坛 做一个算命 主委要知道 佛佛是 絕对平定 真是平定 国定无差别 佛佛来面 说差别 不是真实的 在中心 梦想 分别 也不可真 也不可以 每个人 明心 建设的时候 有跟我们 说差别 因果 因为你有烦恼 存在 每一个人的烦恼 度小 不动 千千不动 这些 好情像 有真实的差别 像 等到 只能有一个主性 不可以有两个主性 两个主性 这个畜生就乱去 色情无尼佛 出现在这个世界 成佛 教法中心 它是教主主性 那么 毕如奸佛 阿弥陀佛 由此如来 这些主佛 来到我们这个三部世界 都是伴 都以色调无尼佛为主 都是在阿弥陀佛 听经 那么这 要知道主伴奸佣 如果呢 如果我们 披如奸佛 比如说 法宗世界 披如奸佛 它是教主 它在那儿肝经刷 那么色调无尼佛 可到法宗世界 也是伴 一切主佛 都是伴 它阿弥陀佛为主性 一切主佛 也都伴 所以 尼佛一尊佛 都可以做主性 尼佛一尊佛 都可以做伴侣 这才叫病定 不是做主性的 应该是他一个人 别人应该不能做主性 口径乎法 真正病定 我们通常学院 要选择一个本尊 本尊就是 我们要学 学在它一模一样 本尊就是主 我们要以这个为主 比如说我们修学正途 我们以阿弥陀佛做本尊 阿弥陀佛是主 其他一切主佛如来 都是伴侣 那么 我们也知道 譬如说 我们以观世音菩萨 为本尊可不可以 可以 以观世音菩萨做本尊 一切主佛也伴侣 这是真正病定 副文字公带病定 更是 让人看了最后 五体的道德 不灵不配合 同样的一个道理 主佛可以 华为主伴 一切经典也 华为主伴 华严经是主 一切经都是华严的伴 都是华严经的观世 阿弥陀佛为主 华严经也是伴 也是阿弥陀佛的观世 所以 最后 会说法文病定 没有 高下 我们不在法文里面 分高下 那是你的梦醒 计得 那不是真的 所有一切经典 法文 都病定 那么前面跟主委报告过罗 法严经到以来人 任何一部经 都完全包括所有一切经 一切经的经意 都在一部经当中 每一部经都是入处 每一部论也是入处 这是复合经典的不可思议 但转了这一段论 这能够言归正断说称赞 祝佛合称称赞是严经刷法 譬如我们在无能书经上看到 看到的 我们在阿弥陀经上看到 十方三世一切祝佛 无一尊佛无港阿弥陀经的 为什么 阿弥陀经在经里面原本的第五 是一切祝佛所称赞经 一切祝佛所称赞经 这个意思无能书经经文要明彼的开始 可见得一切祝佛无一尊佛无港无能书经 无港阿弥陀经 江经就是赞叹阿弥陀佛 赞叹西方记录世界以正中严 同样的道理 阿弥陀佛以赞叹十方一切祝佛入来 这是祝佛逼出赞叹 有话里面想说中旗法文 中旗就是将厚中港典 最简单最会有的赞叹 赞叹的言语很简单 意思跟江经同样的往往 中旗的赞叹是什么 就是这次面课 我们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你的问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年里面 含到什么意思 设计阿弥陀佛四十九年 所港的一切经 都在这一句佛法里面 你念这一句佛法 就把世纯四十九年 所港的一切经 都念完后 你看简单不简单 方便不方便 这才知道明佛有这年代的公德 实在说 念阿弥陀佛的人多 知道这一句佛法公德的人 无罪 所以最简单的清战 我们清念南无阿弥陀佛 直接激念阿弥陀佛四十年 这是清战如来 清战如来 要有一战非常轻的意思 我们不灵不知道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主既的圣定 如来是说 真如本性 一切主佛的真如本性 跟我们主既的真如本性 是一个 不是两个 所以清战如来是清战主既 真如本性的圣定 可见点 所以我们的关系 无比的密切 主余 如果是把这个意思 真的带回到鬼魂 阿弥陀佛是不是我们自己 世风极禄世界是不是我们自己 是的 一点都没错 所以主性密度 为心正途 主性就是如来 为心也是如来 有处口底 我们念佛是最标准的清战如来 我们念无量寿经 念阿弥陀经 是标准的清战如来 我们念佛是最标准的 一切大性经典 都是清战如来 所以我们要他 真正 真正 无比 公大自身 来清念 来特上 就跟这一万 相应 清战 要想 想说 没得到万万 他内境同样 无用意 相当无用意 虽然无用意 我们要努力 我们可以足够一分 足够一分 足够一分的好处 可以足够两分 足够两分 足够两分的利益 分分足够 绝对 无路口 我说 真正发心修学 就能够到 普现普筛的价值 密度如来的价值 一切足够的价值 真正够一分的感应度高 一念相应就是感应 一念相应 一念相应 一念都感应 一念相应 一念都感应 我们要把这些真实的好处 普遍 推荐给大家 介绍给大家 介绍给大家 推荐 介绍 就是 清展如来 我觉得 童进来 例如 永远 一定 相应 如是青棧敵佛迴旋家旨 我們現前所得到的感應就是變宅 比如說以前不可以說話 現在不可以說話 以前沒有變宅現在有變宅了 這是佛的家旨 那麼要有一個俗習 這個俗習 也是我們讀書在江熙中經常講話 他說他的體驗 那麼如果說到很多法書要這個體驗 有法經典 先法 真可以說 惡法一句也不可以說 先法有變宅惡法就沒有變宅了 那麼這還是真的 可見你一念善心善行佛菩薩加持 你要說壞話佛菩薩不會加持 你要跟人家說壞話說不贏 就不是人家說不贏 這還是事實俗 但是說好話說善為佛菩薩的家旨 所以这一关的丁戒之共 也跟正因这一关的同样 一边普贤菩萨讲 青庸战坛一切入来 主公得海 用未来之 胸殇不断 尽于发改 无不久平 这段的当作得到吗 它是这一个事实随着我们的心灵 就好前像无散店的店铺一样 只要无中的店铺就发射出 隔离就无人无边 如果当中有中的这个店铺就被组计了 比如我们在地面上 无散店的店铺计了管散 效果就没落 有的地方就受不了了 现在我们用尾气 因为尾气管 一切地面上的管散都无阻碍 所以我们打到尾气上 由尾气还再担保下来 这个阻碍就可以破毒了 我们的心也是有处 心来有分别有接触 有烦恼就是完善 你清晰的音波就有了障碍 就有了范围就不灵 真悲空骗法改 假如你的心情清静 无分别无接触 无梦想 你这个清晰公帝 更加实际是真悲空骗法改 有处口地 真正的关键就在一心 决定不可以用两心 用两心用三心就中爱重重 就不灵修骗 不灵温大陆 这是我们的知道 什么叫做理心 什么叫三心也要清楚 我跟我们讲 环教菩萨 生闻音格 六都环夫 都是用背色 背色也叫做背心 背心 心很多 如果把背色整篓起来说 就是三心两意 我们平常说三心两意 刚一个人没有用三心两意 三心是什么 阿兰亚色算一个 阿兰亚色 第背色 万亚色算一个 正六色是义 所以这个叫三心 两意就是说万亚以第六意识 万亚是义君 第六是义识 我们用这种心 就叫做用三心两意 用三心两意 那是很多很多 高三重重组织 就不灵修骗法改了 假如我们没有用三心两意 用真如本性就决定修骗法改 林严经有很多董事对他很有幸福 这个经分量太大 当一边也相当不容易 高公大师处改林严经 他所族的叫做林严经的政义 林严经的政义 他六人家的观点和古来祖书的看法不相同 以观传君旗经义 教我们下色用君 这真了不起 下色是什么 教给我们理想生活当中 见色闻声 不要用背色 要用真心 我们凡夫 脈酒 见是用眼色见 他当听是用眼色听 用六色 他教我们不要用这个 那也不要用什么剑 用剑性剑 用闻声闻 这样一转过来 马上就生活了 下色用君 用君中之性 君中之性是真的不是假 这个体重非常好 更是世纯港林严经的本意 他没有曲解 因此这个主解对后人的贡献非常大 高公大师在政义的事文里面说出一段故事 这个故事非常特地我们经历 特地我们学习 高公大师生了一场大兵 阿弥陀佛来接应他王生 他念那个江湖不错 他来接应他王生 他忽然想到林严经自过以来 主解都没跟佛真正的意思说出来 所以他就向阿弥陀佛告告 阿弥陀佛说阿弥陀佛我现在可不可以迈克 我老在这个世纪 把林严经重心做一个主解 当我这个主解做后路这么靠 他可以还不可以 阿弥陀佛顶头就尊他的家 他的旁也好起来 火头回来主经 这还是胜数主宰 来去主油 他可向阿弥陀佛告告 阿弥陀佛也就答应了 当然这个事情高公大叔 决定不是偏难的 决定是真实的事情 所以青庸 青山的音声 能不能周遍发改 反而音是什么心 古代就跟我们说 学骨的两大元族 第一个是听经 他不是叫听经 他叫听狗 我们说听狗 大家可能就何度了 要是说听经 比较容易办 听经没太粗 就是说听经没听到不对 那么听经没怎么听 要知道小鬼组成 你听到这些经 我们都回来小鬼组成 这是可以听 什么叫小鬼组成 听了之后 可以以组成相应 并不是一边听一边在欧书乱伤 那就是错落 所以听经真的开悟 真的有悟伤 这是小鬼组成 修行不管你用什麽方法 典服得好 持久也好 參選也好 無論你用什麽方法 八萬四千法文 隨便用多一個方法 要在專系聖地 最重要的是你要用專系聖地 也就是無用背色 無用三心領意 用真性 用六軍的軍事 就跟高公大叔所說的一樣 那個人可以受幸 這是真的可以受幸 真的可以聽見 合得 交給我們這兩個元素 我們來好好記憶 普賢普賊跟我們青禪如來 也要知道悲哭解 乃至眾生解 眾生煩惱解 無優獎真 五處青禪也無獎真 要念念上色 無優感斷 那麽這一句話 正面講過了 那麽 無優 這重要的經過 中學講幾遍都無妨 那麽 有人聽過可能不記得 那麽不聽過 只能聽到 所以中學講幾遍 無關 這是教我們一心情念 要不甘斷不夾接 不懷疑 修學這個法文 人生煩惱不疲不嚴 疲是疲管 嚴是嚴煩 用功不如發 用功不滴力 時間久了 他就疲管 就會嚴煩 就不想再念 這不是法文的關係 是自己不想用心 用功不滴發 假如用功真正滴力 流發 他開始是不疲不嚴 感覺疲管 這個用功 疲管就無錄 不是說叫他去囚困 不是 他是用工夫 那麽過去 有一個動修 開客電車 是一個好的動修 他還是有病 念乎非常症狀 他跟我們讀書說 他連續念兩天兩夜 活動無中斷 四十八休息無睡 那麽他說念了兩天兩夜一後 他只需要休息兩休息 就再開車去做生理 那麽他用功真正滴發 所以這一句活動 把這個水源黏掉 疲勞也黏掉 黏在心心主宰 快樂無筆 黏婚如果沒有這個好處 黏他沒做事 等一個活動 七天七夜 發氣窮月 我們說黏幾天活動 就疲到不得了 那麽那就是真正黏婦人 真正黏婦人 愈黏精神愈好 愈黏身體愈好 那是黏婦降婦在那裡 你若要問說 有什麽 有什麽科學政局 主委說 有科學政局 現在社會上 真流行改做體制 我們這個體制裏面 有了高中 這才打鼻 假如有改造 恢復正常 這個病庫就不落 今天我們的身體 因為有夢想接著煩惱 體制發生了變化 變形無正常 所以毛病就出來了 今天地球受到環境嚴重的誤力 身體適合了變形 地球打鼻子 也不正常 我們聽說南北極 這個氣氈 破了一個很大坑 這個天空也不正常 人邊路 台地邊路 天空也邊路 都破邊路 沒什麽呢 所以改變體制 這一句話 在今天來說是非常有意義的 一定要回合主連 主連就正常了 什麽是主連 心來無疏是主連 你心來本來無疏 玉祖大師說得很好 本來無疑無疑 可見在本來無疑無疑就是主連 如果你心情情無疑無疑 你身體極限就恢復主連了 你的體質細胞重心組織 會組織性非常正常 符合於主連的標準 身體健康就不破邊 就重受了 世風究竟世界人 為什麽各國無量受 為什麽各國重生本好 原因在哪裏 就是以英文波齊主連 就是這樣一個道理 十方世界重生 不能跟它相比 十方世界重生 跟我們這個世界差不多 有夢想分別接著 有煩惱 只不過是親當差別裡 親一點 體質變化修 這句話說 一些小毛病 修到什麽程度 修到無方向 也無什麼感覺 修到更重一點 也無太大的方向 我們今天這個地球上不得了 這個大災大難 有什麽方法回合到正常 真正大家有改變 體質的效果 為有受情情深 現在這個世界的 供求醫療 供求進步的靠不足 有跟我們說 醫部隨著正部轉 是正確的 我們的身體是醫部 隨心轉 隨正熟轉 你看 性情 非常溫和善良的人 不容易打鼻 天氣卜錯 性情不好的人 上上有些病痛 這不是因果不容易 這叫感應度高 醫部隨著正部轉 是這樣的一個道理 我們明明道道理 知道事實真相 就知道要怎麽做 辛亂預約無憂疲約 這是修好的一個要領 或是真正的工夫 要領域 要認真努力去學習 第三 我們是工修共用 共用我們知道是修學 人不可以不學 不學 我們的日子過程很辛苦 要有學部 有財富 有福利 有福利 你的生活就是非常主宰 非常快樂 非常幸福 學部從哪裡來 學部重修佛師 共用當中 一來 在大神菩薩力道裡面 第一個是佛師 普遍菩薩的佛師 不叫佛師 叫共用 為什麼不叫佛師 換一個名利 叫共用 因為普遍菩薩的佛師 他的心是真正清清公代平靜 這種的心修佛師就叫共用 如果沒有這個心就叫做佛師 佛師的佛部受 共用的佛部大 為什麼 佛師的心量受 對 共用的心量太大了 他的佛部是隨著心量成比例 心量大佛部就大 我們上次的佛部說 兩大佛大 佛部很多 在經商幾個月生三大禮 第一大禮是財富 在社會上有財富 第二禮是聖靈地費 第三禮是健康重修 這也是佛部 主委要知道 中修一定要健康 如果中修日不健康 上上伴比 那也很辛苦 每天需要人照顧 需要人舒服的日子不好過 自己很苦 要連累別人 那是苦 不是路 中修要健康 跟年輕的人一樣 不需要人照顧 不需要人舒服 那是真正的佛部 那麼這三種佛部 我們每個人都想得到 有跟我們說 若不肯收 你就得不到 三種佛部是股部 股憂 你不收音 你不想得到股部 好可樂 我不會想得到股部 不要緊 都不想得到股部 每個人都想得到股部 那是不股部 在股部 你不想得到股部 哪只有股部 那是不股部 那是不股不股 那是不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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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